好的 有關於這個住院陪病 探病急診 留關的醫護人 最後的醫護人員免除篩檢 的條件 我們大概這兩天也發文到各縣市衛生局 轉至醫療院所 那14日期就依各醫院的公告辦理 適用的對象 剛才講過了 就是在住院的 病人 陪病者 探病者 醫療照護人員 然後採檢人員 急診留關24小時以上的 病人及其陪病者 那這些一般我們是有要求要做篩檢 那但是呢 他如果本身為確診者 且已解除隔離 而且符合距發病日 或採檢陽性日 那採檢陽性日指的是說沒有症狀者 因為他沒有那個特別的一個發病日 在距發病日或採檢陽性日15天以上 至3個月內 得免除相關入院篩檢及定期篩檢的規定 那昨天因為是假期的結束 那比昨天新發生了 82973位 一個確診的病例 這我們覺得是應該是 跟前幾天比起來有增加 那主要是因為假期結束 那病例數就會比較增加的因素 另外一個境外移入的病例數有54位 新增加的死亡的個案數有124位 大家好 那新增的中重症的個案總共193例 那其中中症87位 重症是106位 那這當中有36位是中轉重的個案 其中包括一位這個小於一歲的小朋友 死亡的124位當中116位有慢性病史 那81位沒有接種滿3劑疫苗 這當中有47位是未接種任何一劑的疫苗 54位的年齡超過80歲以上 那也有一位這個死亡的個案是一位這個未滿10歲的一個小朋友 是我們一再為了大家的安全和避免染疫的風險 所以我們一再說要求要能夠快速的 急速的去做一些相關的火化 那所以我們說沒有規定24小時內 我想有些新聞的看起來有一點誤解 就是說我們並不是說24小時以內火化的人是錯的 沒有 那是對的 因為我們希望它速度快 只是我們沒有明顯說是24小時以內 這我第一要聲明 然後第二個呢 我們在一開始大家知道我們訂的這個相關的這個醫療院所的指引 那有關於屍體處理的部分的規定 主要要確保遺體 不至於再度的傳染 那以及防放 殯葬工作人員處理過程中的安全 因此就規定 屍體裝入兩層的屍帶後 以稀釋的漂白水抹屍 不可以再打開 所以因為它不可以再打開 所以就事實上就後來就會在所謂的沾養遺容或等等上面 就會有相當的困難 不過當初這時候我們的規定 那避免就打開的時候 它的一些感控或傳染給相關處理的人 各地方法考量活化廠的量能複合 在不影響活化廠 日常工作的情形之下 都以24小時為原則 這地方在處理的時候 我們在法上面沒有規定在24小時內 一定要活化 但是我們要求要 就是能夠競速 能夠競速 我們要求達到大的 讓我們繼續跟我們來 可以看到 我們要求達到的 這地方 我們要求達到的 我們要求達到的 然後我們要求達到的 我們要求達到的